现在的年轻人真是爱拿生命开玩笑 就读某四历大学三年级的男学生 疑似跟家人吵架 竟然从自家顶楼七楼一要而下 当场死亡 家属接到噩耗 痛哭失声 男大生跳楼的地点还留下一大滩的血迹 而家属赶到现场几乎不敢相信 宝贝儿子竟然会做出傻事 一家人都是高知识分子 而就读新北市某私立大学的大三男学生 疑似是因为前几天和家人发生口角 才会在下午从住家的顶楼一跃而下 当场死亡 我在将近急救一个小时之后 还是没有办法将他的生命救回来 那初步研判的话 应该是在胸腹部的地方受到一个严重的撞击 妈妈受到了严重打击 忍不住眼眠痛哭 一家人都是高知识分子 儿子现在却因为口角想不开 选择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 就让养了他二十多年的父母 情何以堪